印度人是很崇拜牛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在大街小巷都能看到牛 可是他們為什麽會崇拜牛呢? 其實這也和印度神話有一些關系 在很久很久以前 第七位魔奴的後人在大地上繁衍 魔奴是人類的祖先 人們在世上悠閒的生活著 由於沒有人管理 社會十分的混亂 新人們就認為這樣的情況不能再這樣繼續下去了 他們就擁立了一位魔奴的直系厚裔做了國王 可是沒想到 這個國王是個很沒品的人 登上寶座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禁止人們祭拜神靈 仙人們當然就容不下他了 就想個辦法弄死了他 可是這樣一來 大地又沒有了主人 事先變得更加的混亂 看來還是得找一個新的國王 可是從哪裏找呢? 仙人們就按摩前國王的屍體的腳 從那裏就生出了一個渾身漆黑醜不垃圾的侏儒 前國王的缺點全部都被他給繼承了 仙人們又繼續按摩屍體的右臂 於是一個光輝翼翼的嬰兒誕生了 這就是玻璃圖 世上的第一個國王 玻璃圖得到了人民的愛戴和天神的庇護 有一次饑荒降臨世間 玻璃圖人民忍饑挨餓 找不到果腹的食物 只好成群結代的來找玻璃圖 懇求他想想辦法 玻璃圖就心想 我幫老國王賽威的時候 對待大地女神的態度十分惡劣 他肯定懷恨在心 所以才會把產出都藏了起來 不肯供養我的人民 他就這樣想啊想啊 越想越氣 就拿起來自己的大功朝大地瞄準 大地女神見他要射自己 急忙變成一隻母牛 慌慌張張的想要逃走 玻璃圖就追趕上了母牛 強行拖住了他 母牛就哀求道說 饒了我吧 我願意以乳汁的形式供養你的人民 只是我需要有一頭小牛肚 讓我的乳汁順利的流出來才行啊 玻璃圖就向祖先祈禱 於是魔奴就出現在他面前 化成了一隻小小的牛肚 跑向了母牛用乳汁喝 乳汁滾滾而出 變化成了大地上各種各樣的水果 蔬菜 穀物 人民的饑荒解除了 從此大地就為母牛的形象得到崇拜 母牛就此成為了豐饒的象徵 此外還有一個傳說 凡天在造物的時候 婆羅門和牛是同時被造出來的 婆羅門傳播之事 而牛呢 提供牛奶和黃牛作為祭祀之用 因此兩者是同等重要的 殺害母牛的罪孽就和殺害婆羅門一樣重 在眾神和阿修羅繳如海的時候 從海中出現的如意神牛虛羅皮 她被尊崇為一切神牛之母 如海的水源就是她的乳汁 她還能滿足主人的一切願望 而獅婆的坐祭也是一頭白牛 關於這個還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虛羅皮不是神牛之母嘛 她身上許多的小乳牛 這些小乳牛在宇宙間跑來跑去 乳汁就亂飛 不小心就飛到正在冥想的獅婆身上 獅婆受到的打擾就勃然大怒 她睜開了第三隻眼睛 把所有的牛都烤成了斑斑斑斑斑的樣子 為了表示歉意 虛羅皮就把白牛南迪送給獅婆作為她的坐祭 正法同樣也是以乳牛的形象出現的 世界的第一個時代圓滿時代 正法之牛以四條腿穩健的行走 到了三分時 正法之牛只剩下了三條腿 二分時只剩下了兩條腿 在最後一個時代 正法之牛只能靠一條腿站立了 因為這個時代的正義和法律搖搖欲墜 除了神話和宗教之外 從現實的角度來說 古印度和文明是農耕文明 牛之所以被視為神一般的存在 是因為他們在農業生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他們既能作為主要的勞動力 也能生產牛奶供養人類 牛在印度是絕大多數農民的必需品 人們的日常生產生活都離不開他們 現在的印度崇拜的神牛 專指的是這種白色的牛 但是也不是絕對的 因為印度是很複雜 不同的地區不同的派別都有很大的不同 這種白色的牛耳朵短而鬆 頸部下有很大的一片垂下來的肉 最典型的是它的背上有一大塊隆起的肉流 這樣子的白牛如果長得非常非常帥的話 就會放在廟裏去養著 過著養尊儲優的生活 而其他的不是神牛的牛 比如說水牛和黃牛 他們該幹活還是要幹活的 該被殺也還是會被殺的 好了 今天先說到這 下次見 來看見 還有一個 會不會 解釋 的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